在土耳其的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老城区的边缘地区 现在依旧保留着君士坦丁时期所一路建造而来的城墙 后面这部分就是它的断壁残垣 一共有三部分内容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君士坦丁堡的原始城墙分为护城河的部分 矮墙的部分和高墙的部分 最高的地方可以达到12到15米 最宽的地方可以厚达6到10米左右 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快变得非常世俗化了 你看还有通道啊 就是老城区的车呀 然后最有趣的是我们发现 这个热爱生活的土耳其人民跟我们中国差不多 近在这个护城河的里面已经被添上了土 各色老百姓在这里开辟了菜园子 有种的薄荷、西红柿、茄子、辣椒什么东西都有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残忌在今天 它冲到了另外一个融入生活的环境当中 这样的城墙呢 虽然很高 我们说这个城市最大的一个特征在古代有两个传说 第一个就是集结了全世界三分之二的财富 这也是引起十字军东征最大的一个欲望 第二个就是它的城坚强后 但无论怎么样 当一个帝国进入末期的时候 它终究也会毁于一旦 今天这个城墙其实是个三角形的 到现在为止只有这一段内陆的部分保留的比较好 因为在1453年的时候 穆罕默德二世的土耳其铁骑是从海上进攻的 所以海的两侧的墙壁现在留下的非常的少 当然那个地方也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期 经营城址最重要的一个选择区 所以那里的城墙留下的是比较少的 今天我们在伊斯坦布尔如果你想进一步的更古老的去怀骨 去祈求这样的一种情绪 这个老城墙是你不错的选择